廣州南方街頭活躍人士花滿樓 本名賴日福 本週三上午被公安帶到排出所警務室 限制自由 中午近12點又被七八個公安及便衣帶到他家 警方在出示搜查令後 警務翻查 當發現一件印有六四天安門母親圖案的T恤衫時 就稱衣服有問題 將她帶走調查 廣州網友甲品星期三下午 告訴本台 有關賴日福被警方帶走的情況 她說 據維圈網週三消息稱 當天中午12點左右 廣州異見人士賴日福 見到來自曾城的公安抄查 七八個警察帶來了搜查令 但沒有說明因爲什麼事情 維圈人士撥打賴日福電話 但被強行掛斷 據廣州維圈人士推測 賴日福這次被抄家 可能以上次因郵寄印有網與律師頭像的T恤有關 據報賴日福是廣州的網絡活躍人士 經常因爲言論或者行動被當局騷擾 拘留 旅遊 2014年10月 他因爲參加白雲山裸奔以維圈人士張宛和陳武全 劉曉翔 劉少鳴等人被以行訓姿勢拘留 關注這次事件的網民《公民小標》週三 對記者說 本臺記者當天下午十多次致電賴日福 但都無法接通知情者李先生週三 告訴記者 賴日福是江西甘州南康縣 甘江上有大山裡面的孩子 在廣州主要從事承包裝修工程工作 多年來一直自留於民主啟蒙工作 南方也是南方街頭公民運動的主題之一 近幾年家裡不簡單地被上港 不簡單地被那個拘留 被那個失蹤 自那8月底留亞節 十三一位小兵 南方老頭黃永祥 黃熙 四人被抓當天 也被從家中強制帶離 李先生說賴日福9月3日被國寶送回廣州後 他曾聯繫 被拘留人士的家屬打算提供協助 直到週三被公安帶走 本臺曾報導8月28日 廣州南方街頭維權活動人士黃永祥 魏小斌 黃熙和劉雅傑 應聲援被捕律師 郵寄應有網語頭像的文化山 被曾城警方以涉嫌刑信滋事罪刑拘 黃永祥的代理律師陳柯雲 本週日到看守所要求會見 當事人被警方以案件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拒絕 另一位被捕者劉雅傑的律師指以當事人見面兩分鐘 就被剛接到上級電話的公安上前阻止會見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